大家好,各年的市民政治民族是台湾摆到金山大部前市民政治民族就採收基 今年的辛苦就靠到這水路 不可能說,過去曾經發生到市民政治民族在採收基的前行 做新高隆賣這個順序 位租台湾市警察局各年分教特別來開動到貨庫專案 由於七、八月份將進入世家盛產期 本分局未雨綢磨,未避免在採收期間 果農辛苦再種熟成水果召竊 除所下遠景編排勤務加強巡邏外 另外也向當地里長及果農宣導自主巡守隊起立護果 輔導裝設監視器、感應照明、警示燈 紅外線警報器設備或架設篱笆、飼養警犬等方式來進行防窃 本分局也希望藉此護果勤務 再防治竊案發生,使農民辛勞更重得到應有回報 幾年進入世家盛產期未避免新三季去今年公訴 國區辦到世家盛領的選報 現在讓幾年大忙的世家盛領 國立地名堂當時經到有價值 為了協演到採收期、高隆的辛苦 財政的借水果比頭客 所以公開有貨庫專案來出貨 現在讓幾年公訴是相當的感謝 在倫頂裡相關的地區 那邊是栽執市價面積最多也是主要的產地 國立人分局這裡特別推出護果行動 運用相當的警力來尋查 來保護我們相關的果農的辛苦 這次的貨庫專案 剛才是環境編排的勤務加強順的幾乎 當地理領及高隆也來造成的順利 合理來做到貨庫 當時透過的禁止期 跟感應者民跟金氏町 跟這個威力頂方式來訪到差 貴人分局就表示 希望透過的經民合作 希望相當做 降級到這支部來接頭客的機會 給高隆合修行 南天新聞 南一聲貴人蔡宏佛道